例尽教育中心于2021及2022年继续秉持 及自力实践所定下的工作目标 值着举办各种不同类型的活动及计划 令香港的年轻人加深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国情的认识 从而建立起历史感及民族观 以及积极进取的学习态度 中国历史篇 为协助同学们应对中学文凭试中士科校时 中心于2021及2022年连续第六 七年推出中士试题解码计划 邀请资深的中士科教师赞写模拟试题及书面答案 让考生透过参与模拟试题 要解答题技巧及考试时需注意的地方 相关网页的点击率至今已超过两万人词 是中心其中一个最多人留级的行为 中心另一个极受教师 学生及家长欢迎的光大控鼓声声港故事计划 计划由2016年开始 起过去一年继续获得大家的支持 2021至2022年底以上 在48个有关中国著名历史人民的声音故事 例如唐宋文学家、中国发明家、明书法家、思想家、政治家及教育家的故事 收听率已突破两万人词 此外,中心亦已将2021年所制作的一套三冊有声书送赠 给全港九百多间中小学校 2021年到第六届中银香港中市优异生奖学金 计划的十位得奖同学已经顺利诞生 每人可得到港币五万元奖学金作为鼓励 颁奖议息已经在2021年12月22日举行 其他中国历史相关活动包括 看历史、知心理及同龄同心学历史、图解古文及文化点滴 中国国情篇 中心继续联同教育局合办巩固法治教师培训计划 目的旨在透过培训令香港现职的教师 可以加深认识香港的宪制地位及法治制度 以及守法精神的可贵 从而协助他们教导学生 要有意识地去维护、研发及基本法、遵守法律及巩固法治精神 在2021至2022年 共有756名教师及校长参加 2023年会再次与教育局合办以看培训科程 中心在2021年7月至8月期间举办了 《清心直说》广座系列的第十四讲 主题为建党百年 邀请了多位内地专家及教授分享中国共产党八年奋斗历史对国家发展的贡献 另外在2022年6月10日举办了《清心直说》广座系列的第十五讲 邀请到事任行政长官能借阅乐女士担任主港嘉宾 主题为行政长官分享施政心得 同年7月25日举办了《清心直说》广座系列的第十六讲 邀请到现任香港专业晋修学院校董配主席监校监 及前全国人大代表刘佩琴教授担任主港嘉宾 以否释中国共产党发展之路为题 分享他对中国历史的知识 为了令香港的教师及学生认识升国旗及唱国歌的礼仪 建立起对国家的归属感 《黎晋教育中心与香港青少年军总会合办》迎国旗 就国歌计划 这期的时候和他做一个镜眼的动作 最后停的时候教他们拳头稳拳头 中心于2021至2022年期间合共推行四期迎国旗 就国歌计划 共有798位学生及675位教师参与 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学校不时需要停课 中心在2021至2022年继续透过国家发展之多少计划 为全港的中学举办与国情有关的广告 除了前往学校进行广告外 中心亦以线上形式举行广告 两年所举办的183次学校讲座中 有46次是线上形式进行的讲座 其余137次是到校的讲座 合共约有38,000位学生及7,000位教师参与 帮助加深他们对国家发展及现况的了解 国家宪法日 助谈会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主办 中央人民政府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及黎晋教育中心担任支持机构 自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 社会上还有很多青年人对国安教育的概念 及其重要性仍然不甚了解 为此黎晋教育中心在2022年10月 全新推出国家我短片制作培训及比赛 引导青年人明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及对其自身的意义 参加培训的青少年需自制短片 而短片会在网上公开投票及评委评审 入围及获胜的参加者可获得 丰富的电子产品及礼券 计划第一次举行 有70名来自不同的学校 及不同青年团体的年轻人 参与培训日及颁奖礼 培训日当日早上 先邀请到保安局邓炳强局长分享交流 中午由香港警务署为大家进行反恐演习 下午邀请到中央驻港国安公署联络局邓建委局长分享交流 最后邀请了高志森导演 为参加者分享拍摄短电影的取材及技术 由于反映良好 二项计划起2023年会继续举行 另外亦发放了Facebook及Ig posts 以及将影片上载到YouTube 让公众都可以看到 最后 冲心感谢各个捐款机构 以及各间园校 私生 家长同团体 起过去对中芯的鼎力支持及鼓励 展望未来 中芯将继续发掘和推出更多有关中国历史 文化及国情的精彩内容和活动 让各位青少年朋友增广建设及自由参与 为推广中国历史 传承中华文化 促进中港两地交流同商互了解 而一起努力